第十字幕 字幕 李宗盛 救命 巴士上面有个阿叔跌了下来 他在哭 我问他,发生什么事? 他说,刚才我走上去,上面有个小朋友, 在那儿又跑又跳,跑上跑下。 接着一个不小心,我的锁匙和电话就在袋里面掉了出来, 一掉就掉了下来下面。 我想下来收拾锁匙和电话, 走下去那阵, 驾巴士动了一动, 跟着我就跌倒。 有好多人过了来帮他, 他说,眼和鼻有点痛, 手和脚就没事。 有人帮他, 收拾锁匙和电话, 落个袋里面。 又有人, 站起身, 给个位置他坐, 他坐下来之后就睡了。 有个婆婆说, 最紧要人无事。 之后, 我站在那儿看书, 玩了一阵电话, 又听了一阵歌。 去到我下车那时, 阿叔都没起身。 下车之后, 我觉得有点肚饿。 就去了隔离街, 一间餐厅到吃饭。